再来看看是前名帐主席蔡英文也促成了一段良缘吗 好我们来看这一对是谁呢 原来是蔡英文的一位美女随护跟苏嘉全的幕僚江兆国 当初是因为工作需求认识互留电话 从总统大学那个时候就谈恋爱到现在 那么如今已经要步入礼堂了 首尖的手回眸一笑 左边这位戴着眼镜酷似韩国演员裴永俊 右边美江娘一袭短婚纱甜美笑容 可有随护界沈嘉宜封号 两人17号即将步上红毯 而结婚证书上的证婚人正是蔡英文和苏嘉全 2012年总统大选应加配落选 当时苏嘉全助理江兆国心情低落 蔡英文随护张力云上前安慰 两人情投意合 江兆国笑说这是输了选战赢得美人 连老板蔡英文都蒙在谷底 在大选的时候你有观察到 他们两人有任何蛛丝马蟹吗 完全没有观察到 蔡英文这位青年级护花使者 反射动作快很准 怕水滴滴答答双手充当雨伞 长一出勤务脸跑三四场 一脸酷样还一度把先生江兆国吓跑 说他脸臭 不过如今因总统大选革命情感相视相恋 老板蔡英文当然祝福满满 在我们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机会认识 那也是很登对的一退 我给他们很最高的祝福 非常高兴 随护助理地结良缘 蔡英文这月下老人 可恃当得实至名归 Fation黄大峰黄彩琳